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叫她不要吃太多 因為我們所有的姐妹都期待 看到她的第一眼是 歐巴好帥 而不是說歐巴 然後我姐說 是我媽現在氣也消啦 她不是還那個說 欸啊 她以前上你們節目 真的很帥耶 然後我就說 對啊 啊 丙丙丙丙的蹦蹦蹦 哈哈哈哈 丙丙丙的蹦蹦蹦 但這兩個月她在台灣 妳們還是會跟她一起 我個人是非常想要跟她見面 因為她年輕的時候真的非常的帥 我很想要知道她現在狀態變什麼樣子 然後我就有一直跟我姐說 欸妳可不可以跟你老公講說 在蛤蜊的時候儘量吃少一點 然後儘量做那些鼓勵挺身 然後就是出來的時候 讓我們這些姊妹就是可以大摸特摸 然後還有不要讓我們失望 妳姊夫欸妳摸什麼啊 就是因為姊夫才可以摸啊 我姐就說 可是沒辦法 因為她那個促進隔離飯店之後 竟然有很多她當年的死忠粉絲 就是紛紛出現 然後就不斷的那個 送食物到她的飯店給她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叫她不要吃太多 因為我們所有的姊妹都期待看到她的第一眼是 歐巴好帥 而不是說歐巴 然後我姐說 妳會不會也管太多了 只是我姐為這件事 跟我稍微發了一下脾氣 其實我媽現在氣也消了 她不是還那個說 哎呀她以前上你們節目真的很帥耶 然後我就說 對啊 我媽媽說 然後他就一直聽不懂 然後我就說李宗碩 然後什麼什麼張鶴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就聽不懂 然後後來我就有弄那個照片給他看 我說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他就說 他們都太年輕了我不認識 我說蛤 我說那不然劉賽喜呢 他說劉賽喜也 他也不太認識 然後我想說 他好像也認識那個 Wonnie Man裡面的哈哈 我說可是我喜歡的視頻光臨 然後我就說你有玩沒玩啊 你把我老公當什麼 我說沒有啊 不是就是因為我也是哈韓的人啊 將來我們一起到韓國玩的時候 就是可以安排幾個明星 我們一起大家做朋友嘛 萬一見到 的時候畫面 因為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很激動 我說你們怎麼會這樣 就突然就愛起來呢 他說就是聯絡上之後 他打給我姐之後 然後他們就是每天講電話 然後就開始視訊 然後視訊就會看到對方的樣子 他也完全沒有那個 用美言或美姬啊 因為他超MAN的 他是完全就是 我就是一個五十幾歲的人啊 我現在變這樣 然後只是說他們視訊的時候 那個我姐跟我講說 欸我姐說不要帶他發言欸 哈哈哈哈 歐巴有嚇到說 你怎麼完全沒變啊 你就是跟二十年前的你一模一樣 我姐就說 可是你變了耶 哈哈哈哈 不過是變的是一種 另外一種MAN 而且我今天出門前我老公 因為我就整個昨天很焦慮 我想說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因為今天大一點會一直猛問我 猛問我這些事情 然後我又怕講了什麼 然後我姐說 你幹嘛講這個啊 那個出門前我老公就一直說 Baby 你不要講太多 你就說 你很祝福姐姐就好 我說你覺得記者會放過我嗎 他說那你就 你自己可以控制啊 你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就是治療公益 我說 喔 不是明星的人 你真的沒辦法理解我們的